夜暴未尽,即使自杀,也将在接受另一期的生死 死亡不能解决问题,死亡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如果不证悟诸法实相,不予修持的功夫解脱生死 自杀是没有用的 夜暴未尽,即使自杀,也将在接受另一期的生死 所以佛教鼓励人生的建设,利用这一生的存在 而做修缮的努力,改造现实,乃至未来的命运 所以佛也针对当时的印度外道 说苦行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 当然最激烈的手法就是乏害自己的身体,解决自己的生命 佛都教我们,那个重点在于心 也因为我们有种种种种种的贪嗔痴 种种的欲望,种种的贪求 而感召我们有这样的五蕴身 因为做了很多很多恶业的因 而感召我们这样的五蕴身 所以讲回来,所以经典佛告诉我们 解决生命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事情 那唯有我们去面对问题 唯有我们去处理问题之后放下问题 那才能够从你的心上面真正的把那个结打开 不然每一天都困扰着同样的问题 那串行下来,当然就会感召到恶趣去 受苦,种种种种的受苦的场景 不断不断的在发生 这也是心而感召的 所以真正要解决苦的问题 佛都告诉我们,不是无谓的苦行 而是要真正的从智慧下手 去灭除我们心中贪嗔痴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当一个人沉溺在自杀的情绪里 很容易陷在阴影中不可自拔 想要跳脱出来 首先要明白死亡不能解决问题 死亡是更多问题的开始 时邦新闻记者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